做完了 脸部的精华液 眼睛的精华液 不要忘记 这个品牌最重要的 就是动膜啦 对对对 讲到动膜就这个牌子最多 对 而且它的动膜口味 各种口味 对吧 香味 但是如果你要让你的皮肤很健康 是的 每个人呢 皮肤健康最重要 那你就要用水先动膜 就是今天带来 大家都知道动膜用法吗 晚间的 最前的 我最爱用 最后一个 就是保养的最后一道程序 睡前保养 然后呢 薄薄的敷一层 舒服 很舒服 对啊 这个味道可以放松啊 让你会睡 晚上呢 擦动膜 隔天起来皮肤就没有烦恼 好舒服哦 很舒服吧 而且质地有没有超细致 没有 然后磨起来呢 又很舒爽 很像在森林的感觉 对 森林的感觉 所以我们动膜真的可以每天 对不对 那这样就有乳液就不用擦了嘛 要啦 要 你才是要 好想从最后一道前面 那我这样子看就不用擦脸了嘛 其实很多年轻人是因为他们皮肤比较油嘛 他们就直接把这个动膜就擦当全部的 一瓶搞定 就直接擦一部搞定 那可是呢如果说是超过三十岁的人 熟灵 好比我 那我们一定要把面霜擦完 再擦个动膜 效果会更好 而且动膜它的一个好处是呢 你会看到什么叫膜 它就会像你脸上包了一层膜之后 把你前面擦的那些 白了那边 脸也变小啦 脸也变小 脸也变小 变得紧一点一点 但是眼睛变高变大 对对对 很明显 然后眼睛 它没有保养那边 眼睛下面这边很累 很疲惫 而且既然你有脸沟了耶 对 脸沟消失了 你看你这样更明显 那两边的那个内容 发音纹也没了 对啊 很深的眼睛 很深的眼睛 真心华仪和眼妆 从根本改善肤质 与眼周的暗沉 能不上解决肌肤问题的动膜 让你轻轻松松就可以变身美魔女